撞毁机车行门口的六台机车 而这名驾驶竟然还肇事逃逸 在高雄的人物区这一家车行老板 一早开店才发现事情大调了 因为门前的机车统统被撞坏到了一整排 而当中还包含了客人送修的车子 损失至少6万 轿车转弯车速不快 但方向却越来越往左偏 接着竟然对着车行前一排停放机车 像打保龄球一样撞下去 这是驾驶没下车 反而巴苦当场开流 一早车行开店业者傻眼 机车向骨牌歪倒一边 有的后招镜还靠在铁卷门上 车壳损伤啊 然后前面一台最严重是后面车架都歪掉了 觉得还蛮衰的啊 机车掉漆车壳破损 算一算损失五六万跑不掉 最无奈的是撞坏的机车里还有客人的车 要过年了怎么跟人家交代 其中有一两台是人家 他们修理好要不要来勾走 人家修理好要不要教人家 这个又把车子损害去 当然我们对人家也是一种困难 收你的机缘差不多三四天的时间 十八号凌晨五点半 高雄仁武区轿车驾驶 疑似为了捡东西 没注意车前状况 撞坏车行门口停放的六台机车随即逃逸 驾驶汽车造势啊 无人受伤或死亡 而为依规定处置且逃逸者 处新台币啊 一千元以上啊 三千元以下划缓 并吊扣其驾驶执照啊 一个月至三个月 根据了解车主是名女子 但她将车借给母亲友人 连撞六车第一时间兆逃 赔偿罚单还有吊扣驾照 一项一项加起来 过年前肇事驾驶恐怕荷包大是血 记者肖志远高雄采谋报道